大家好 歡迎收看三分鐘的視頻 我是《經濟日報》的李國慶 北韓和美國開戰的機會似乎減低了 刺激到港股今天出現比較幅度大的反彈 我今天要和大家講的題目是 《科技股強勢不衰》 未講的題目之前請大家看看恆生指數 全日恆子升了366點 收報27250 升幅1.4% 成交不算很多 851億 今天港股反彈有幾點注意 第一點就是剛才說成交是弱的 上個星期四、星期五大跌那兩天成交都是過千億的 上個星期四大概有1220億 上個星期五就有1394億 今天只是851億反彈 跌市成交增 反彈市成交弱 所以暫時這個反彈就未能夠確認它是重新再升的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就是技術上高 恆子和國子都去到關鍵位那裡 還未能上升 還未確認轉穩的 你看到恆子今天最高的時候 就見過27268 剛剛受制下跌裂口 也就是上個星期四的低位27267 雖然你是多了一點 但剛剛就回補了裂口 還未站穩在裂口之上的 所以技術上高未能確認它重新向好 那不單是恆子是這樣 國子的情況類似 大家看到國子的圖圖 前浪頂就現在10727 跌穿了之後 今天最高反彈是見10724 這一個阻力區就未能夠重新站在裂口 未能確認升勢 其實不單是港股是這樣的 其實南韓股市也有些類似的現象 你看到南韓的指數 前浪其實有幾次的 2347 大概2350區這樣 今天它最高只是去到234 就還差幾點才可以爬上去 所以也未確認這個反彈 那第三個因素 第一個就是成交 第二個就是未上回技術位 第三個因素 因此未能確認它升勢 就是北水今天還是淨流出的 所以基於這三個因素 就建議大家對大市來看 就可以再觀望多一兩天 不過這樣大市就未確認向好 但是科網股就強勢不須 繼續就衝上去的 就不管3721 好像騰訊一樣 今天就回補了裂口 站在裂口之上 升成4.3% 單日升13.4 收324元 走勢很強 雖然成交就不見多 就不算多 但是似乎這個上升的趨勢 仍然都是保持著的 就不是說轉了弱的趨勢 那恆指成分股裡面 今天升幅最大也是科技股 就是瑞星科技 今天升了近7% 那這隻股呢 我就不再推薦了 反而呢 就看好什麼呢 另外兩隻手機設備股 例如就是 順雨光學 這個呢 收市之後公佈業績 按年增長的140幾% 值得看好這隻股呢 衝到上來 1803.8 升7.3% 所以升7.6% 那後市呢 估計它會衝上去 81到82元這些水平的 另外一隻呢 就是優太科技 這隻股呢 我第二季的 其實建議大家買的啦 那這隻股的持續 都仍然是向好的 今天再升成19.7% 那現在大家將它呢 reway過它了 當它是一隻呢 可以可能會追到 信譽光學 Icon信譽光學的PE 追不到的 連續這幾天呢 是急升 那 是啊 這些真的升到不順 那如果有持有的 繼續 無事無幹 繼續持有 你現在的指賺位呢 可能就要移高一點啦 例如去到 上星期五的低位12.3 大概12元這些水平 不跌穿的話 繼續看好 好了 最後 跟大家講一個指數呢 就是內地創業版指數 那今天香港的科網股 科技股呢 做好呢 可能呢 內地呢 深圳創業版這個指數呢 大概大升近3% 都有些關係的 如果內地的科技股 就是深圳創業版指數 有機會繼續向上的話 也都有利香港的科技股呢 做好的 好了 今天分析就這麼多了 多謝大家收看